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黑森 那我們做的黑森呢 跟一般的人森就不一樣 是從剛開始挖出來的水森 經過久增久治之後 做成像這樣的比較黑的這個人森 那這個黑的人森呢 他如果是在經過壓制之後 把他的細胞壁壓迫了之後 然後他就會進行他的發酵的程序 那這次還沒有經過發酵的 因為我們蒸了九次 理論上我們是相信說他的細胞壁 已經算是比較均質化了 那我今天來教大家怎麼去切人森 那首先大家要準備的是一個很大的砧板 那麼簡單的刀 這個簡單的刀 一般的刀就可以了 就是說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刀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簡單的這個刀 把它洗乾淨之後晾乾 那首先要進入這個切森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要先蒸過 那有些人他會用微波的方式去做 可是微波他可能會有比較麻煩的部分 就是當你微波高溫的時候 會把裡面重要的這個人森皂乾 高尖的人森皂乾像RG3 RG2或是RG5 RB5這樣的高的很厲害的這個人森皂乾 把它蒸壞了 那我們經過實驗之後 我們發現到不能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教大家的方式 就是大家在家裡面自己可以DIY 當你買整根的人森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的 那首先就是你準備這個人森 它是一根一根的 然後我們用一根的人森 我們先用一個洗脖子把它包起來 那這張洗脖子我們都是有一個方向性的 就是我們會希望是外面的比較亮的 包在外面 那我們包起來之後是密密的 包起來 包起來頭跟尾都要注意 這樣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還要再用力把它捏緊 好捏緊 好捏緊了之後 這是第一層 然後最後我們還要再包第二層 那也是一樣 好我們這方向就還可以 好我們可以這樣子很密的把它包起來 好 包起來頭跟尾也是一樣 好就是把它捏緊捏濕 好最後你把它收起來 那像包這樣的人森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鍋子裡面 那我們要介紹一下我們鍋子是怎麼做的 看一下 好我們把它放到鍋子裡面 好 那這個這個鍋子就是得了水 好就是裡面有水 那我們用比較好的這個這個離子水 好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那麼開火 好開火 那麼去蒸 開大火之後 然後就它 它現在滾了之後 蓋上 好就蓋上 然後再把它變成小火 好變成這樣小火 好變成這樣小火之後呢 它就會 呃 經過大概40分鐘到30分鐘到40分鐘左右 它裡面就會軟 那我們之前因為蒸了很久 我們就拿出一個 我們拿一個手套 好 好 我們就拿出手套 好 把我們剛剛這個 就是蒸了已經好的 軟度也差不多應該是夠的 好 這樣的人森 我們把它拿去切 好就是 你一陣子就是一定要這樣子包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好不好切 好 好 那切的時候你要先摺摺看 是不是裡面的軟度硬度是夠的 好 感覺好像不是很夠啊 但是我們試試看能不能切 好 這個 明明包包起來的 好 打開來之後 好 這個人森就很明顯 好像這 軟度應該是很夠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用這個 紙 好 我們先把 爐頭先切掉 爐頭通常它是比較 具備比較多的一些造性 好 那這個 生的尾巴 它就比較具備良性 良性跟造性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綜合 好 就是說全生的料理 它主要就是整個生 它都要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很簡單的就這樣切 好 那因為你在家裡面切 你就不需要 但是斜切是我必要的 所以我們切的時候還是要 要重視這個 斜切的這個角度 它很輕易就可以 切 然後你手可能在壓一下 它就可以切出來 好 那斜切 可能就是上面的手 你可以壓一下子 好 那各種不同的刀 它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不同的刀 它其實都可以用 那最好使用之前這個刀具 也是在磨一下子 磨一下子就可以了 好 那人生在蒸第 我們在做這個黑生的時候 它已經蒸第九次 那如果你在蒸第十次的話 其實它還是會變得更黑一點 更透一點 那當你在蒸完人生了之後 這個軟度就非常非常的軟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軟度 這個軟度是非常非常的軟 很簡單的這樣子切 然後你可以按照你喜歡 口含片的這個厚度 你可以切成不同的 你就是 差不多我們每天的使用的量 是三到五克 在家裡面可以自行切 那切完之後 待會我們會教大家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保存這個 這個人生 我們正常切完之後 就會放在一個 就是必須要讓它硬乾 好 現在我們就切完了 切完了 那我們切完了之後 像這樣的人生呢 我們就是必須要把它放在這樣的罐子裡面 那這個罐子前面你也要經過前面的處理 就比如說這個罐子你可能需要 就是先燙一下熱水 然後再把它放在旁邊去做硬乾 好 硬乾了之後 然後你切完這個人生 你可以放在罐子裡面 但是先不要蓋上 就是你先可以放在罐子裡面 但是先不要蓋上喔 你放在裡面去做硬乾 然後等到一天一夜之後 這個人生開始都全部乾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蓋上了 然後再來保存 那正常情況之下 我們通常很多人都比較習慣 就是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但是我們這樣的人生 它都放在冰箱裡面很容易受潮 就是無法放在冰箱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般的室溫裡面去 存放就可以了 放在櫃子裡面存放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放一天一夜乾打開 好 放它乾了之後 那這樣就可以每天 大概你所使用的量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 好 三克到五克 這樣子每天吃的這個量 那麼這樣就這個 長期吃就可以對身體很好 它具有很多降低血壓 抗糖尿病 高血壓 以及很多抗癌 皮膚美白的很多功能 那麼謝謝